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持做音乐的初心不然也不会邀请那么多创作歌手加盟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 设计的歌王会是谁的按照王纪的情况 歌王基本诞生在首发阵容里 结合本季首发的超强实力这样的战略就更大了 文奇用排除法分析一下张欣实力很强融获过很多奖 也唱了很多影视作品的歌曲 但基本没人知道 这意味着他的市场影响力并不大这和实力无关 但和歌王的气质有关 所以他和歌王的距离还是有点远逃跑计划 作为摇滚风格的乐队 本来就和主流音乐市场有出入 这直接影响了他的受众群 即便有夜空中最亮的星 传唱度很高的作品 后续没有持续发力的话 也很难提升乐队的市场价值无亲风 和杨坤都有极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 但近几年明显有过气趋势 他俩选择回炉的套路 如出艺者参加综艺 杨坤前几年去了好声音当导师32场演唱会 貌似没罢名气也没长多少 倒是出了个不温不火的绯闻 而吴清风也去明日之子当了导师 作为全网最火的网宗吴清风 在其中的表现虽然还不错 但依然不是最亮眼的那位 这次参加歌手对他来说 拿不拿歌王不重要再次获得大众关注 才是关键这么看下来 歌王最有力的竞争者 还是花落刘欢 其余资历 决定的乐坛地位 加上两位的唱功和舞台展览力 对相对理智的歌手现场观众来说 无疑更具艺术鉴赏性相比 其余刘欢广受传唱的作品更多些